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乒乓网反弹板系列教学视频 反弹板顾名思义呢 它起到一种反弹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把球打到固定的一个范围内 在一个范围内呢 反弹板放在这里不动 然后呢 它会把你的球给反弹回去 所以反弹板和发球机的区别在于 发球机是固定的 把球的落点弧线送给你打 而乒乓网的反弹板呢 相当于是一个教练 站在你的对面 然后呢 你打过去的球 它给你防过来 所以它防回来的球的这种球改啊 和人对打的感觉非常的相像 乒乓网的反弹板呢 也可以叫技术检验板 因为它不可能说你的落点乱打 它可以回接回来 在使用的时候 使用者自身的技术 要是比较稳定的 你可以把球的落点 打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 才能保证有效的回弹过去 你的用力 你击球的落点 都是比较考验你的手感的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检验板 如果说在使用我们的反弹板 你能够正手攻球打到100板以上 如果说你能正手拉球拉到30板以上 那说明你的技术已经非常的娴熟了 那么首先有几点呢 需要给大家打个预防针 反弹板并不是说你的球乱打 比如说我反弹板在这里 你打到这边去了 它不可能跑过去接 对吧 它不是机器人 如果说你想要找那样的东西的话 可能没有过10万20万 你是买不到的 可能以前国外的视频大家看过 像一个机器手臂一样的 你打过去 不管打哪个落点 它主动的可以给你打过来 那么反弹板它是不会主动加力的 它只起到一个防守的作用 你用了多大的力量 它防回来 多大力量 当然会有所损耗 所以说我们自身的发力 自身的控制要比较好 那么也不是说这个反弹板很难 有的球友说 那是不是我的水平要非常高 我不像师傅打得这么好 我也不像专业运动员一样 打得那么溜 是吧 那我可能是很业余的 那么这也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我们的反弹板呢 它的设定 它整个设计 是根据人打球的感觉来设计的 所以它的这种上手难度是比较低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我看到有些球友啊 我也有一点老火 拿到反弹板以后还没打两个球 他也不去学习 也不问说怎么打 上来就像发球一样的发过来 那肯定谈不回来 谈不回来 他就说你的板不好打 我打不了 其实他是没有掌握很好的方法 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啊 一定要有耐心啊 现在这个社会是吧 瞬息万变的 各种花花绿绿的一些东西 很多人的心情也都很佛造 进不下心来 那你要想一下 我在刚刚学乒乓球的时候 我刚拿起板 你可能去对打吗 你还不是得做动作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学习 使用反弹板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要首先把它当做 我的一个技术检验板 我首先要去了解 怎么来使用它 所以你不要太急于说 我一上来就可以打个十几百二十百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的教学视频呢 就是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从最初学的 甚至到什么地步呢 你第一天拿球拍 从来没有打乒乓球的 你第一天拿球拍 我们也能够让你 能够使用这个反弹板 那有的人还会说 打这个反弹板 我不如去打发球机 或者跟人去对练 是吧 或请个教练 当然你有教练陪你打 肯定是比 跟这个反弹板打也好 但前提是 是不是能够 每天有教练陪你打 而且现在请教练的费用也不低啊 据我所知 很多地方 平均一个小时请教练 都达到一百五两百的费用了 那么反弹板的话呢 它可以一定程度 起到一个陪练的作用 它可以陪练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说专业运动员 日常的上悬球的训练 比如说正手攻球 反手拨球 两点的左推右攻 甚至三点的快拉 包括正反手的快撕快拉快带 这些所有的 基本上日常训练的技术 包括结合技术 使用反弹板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反弹板这么多年 市场上面啊 一直推广的不是太好 我觉得还是缺乏一个 很好的使用技巧 那其实呢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 如果说比较合理的 去使用反弹板 它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陪练 甚至陪专业运动员的这么一个作用 比如说有些专业运动员 平常练一些多点 训练的时候 那么 教练基本上不需要上场去陪了 把反弹板往这里放几个点以后 那么运动员自己可以去练很多的这种结合技术了 所以我们的乒乓往反弹板 它是有很深远的市场价值的 那么我们也找了很多的这种专运动员 去使用反弹板 比如说它有的不是跟队出去比赛的 它是个人出去比赛的 它找不到陪练 也没人陪它练 那怎么办呢 把这个反弹板带上 拆了以后 它也很好拿 拿个背包背好 然后带到任何一个有球台的地方 它就可以自己练球了 它不需要再去找陪练了 起码的我日常的一些上弦球技术的训练 都是可以有保证的 所以我觉得反弹板如果说我们推广的好 能够正确的使用它 它对乒乓球今后的发展 是有很好的推动作用的